1月23日,知名娱乐圈记者爆料称,之前传出家暴新闻的黄景瑜与王立坤外出约会。 两人全程都是有书有笑,看上去心情不错,而且从照片来看,两人眼神颇暧昧,有种依依不舍的味道。 当时是几个人一同聚会,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子和一位白衣男子。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,当白衣男子跟王立坤道别时,黄景瑜的小眼神一直呆呆地看着王立坤。 当王立坤跟其他人挥手告别的时候,黄景瑜依旧用那暧昧的眼神看着王立坤。 从王立坤当晚的状态来看,确实得佩服她的动力颜值,皮肤保养得非常好,难怪黄景瑜会一直盯着她了。 据悉,两人即将合作一部新剧《三生有心遇见你》,想必约个饭自然也是非常正常的了。 前两天林刚新在台湾,一约会短发美女还体贴的为其背包,纷纷猜测她与王立坤分手了。 随后王立坤晒出一组美照表示,又要狠狠地恭喜我一下了,更令人感到疑惑不解。 不过随后,有媒体派到王立坤带着助理来到林刚新的烤肉店,直到晚上十点才与助理走出烤肉店。 二人为了避嫌,分别乘坐两辆车离开。 不过最后来到了王立坤的家,看来二人不但没有分手,还一丝一起同居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